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曾说 如何使我们自己清静 安定 进而影响协助他人生活愉快 就是心灵环保的目的 这份礼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呢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圣言师父的开示 心灵环保 心灵环保 这是因为现代的人有新名词 所以我也用了这么一个名词 其实心灵环保 在释迦牟尼夫开始 就已经老早在做了 这是所以精神层面的 所以心理层面的 就是从于思想层面的一种环保的工作 一般的人都知道从环境上 就是我们物质的环境 生活的环境上面来提倡环保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 也就是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精神 不能够啊 录时的话 这个环保做出来 都是啊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今天怎样做 明天会那样做 今天要做 明天不一定要做 这是可能是因为自己的 自私自利的原因呢 你海的环保 跟我海的环保不一样 他主张的环保 跟我主张的环保不一样 今天以我的利益 所以我要提倡什么样的环保 到明天 因为跟我离仪冲突了的时候 我就不喊这句口号了 所以心灵的环保是最重要的 那究竟是不变的 也就是说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啊 生命的投注 这个叫做啊 心灵的环保 因此在释迦牟尼佛开始 就要告诉我们呢 所以心垂静短 静垂心短 心呢 跟环境呢 彼此互动 如果自己的心理鉴定 心理健康 而自己的本身的观念正确 一定能够啊 改变我们的环境 带动社会的风气 相反的 自己的心理脆弱 自己的意志不弱 自己的观念模糊 自己的精神呢 不振作 那一定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啊 而 自己受到影响 环境怎么动 他自己怎么动 自己像一个墙头的草 东风推 西风倒 自己没有一定的主张 所以 如果 心碎静短的话 这个人是烦恼不及的人 为自己制造困扰 也会啊 为 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呢 带来麻烦 甚至于 带来灾难 如果 他自己的心灵呢 是非常清楚的 有正确的观念的 有正确的意志的 不变的 坚定的 信念的 那没问题 他这个人 一定是啊 正直不二 一定是啊 鉴定到底 一定是啊 遇到什么困难 他都不会啊 在困难前面 跪下来求饶 一定是啊 摆着不饶 所以是我们 正需要这样子的人 我们的社会 才能够清明 因此呢 我这几年啊 借用了这么一个 心灵环保的名词啊 来提倡啊 人应该从观念 才精神 才心心上面 要 要建立起来 要纠正过来 我们一定要有啊 对于这个社会的 危机感 对于我们社会里面 大众的 有一种啊 关怀的心 那对于我们这一个 整体的环境呢 要有一种啊 纯词相依 被感受 否则的话 做不起来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 坏 我们自己是他里面的一份 那他坏了 我也坏 过去有人说 这时候自家门前写 不管他人的瓦上霜 有人说 推死人过界 不管人家发生什么事 火没有关系 也有人说 各岸 关火火 反正是 还有条河 没关系 这火是他的 其实 岸那边有火 实际上烧不到 我们这 可是呢 有影响啊 这个整个的大环境 我们是在这里边的 就好像是说 同一个池里边的鱼 同一条船上的人 那船是火了 船沉掉了 你看一看怎么样 我们自己也在船上 如果在同一个池塘里边 放一个炸弹 你看看 那边有个炸弹 我这个地方 虽然没炸到 会不会有受影响 所以 要有这种感受 这种观念出现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对 我们的环境 会关怀 会照顾 会用心 否则的话 我们一定是 头冻一头 脚冻一脚 一定是 这是图眼前的利益 而不关未来 这关自己 而不关他人 那去掉自私心 很简单 很简单 去掉 自为自己 不为他人的心 自我中心的心 少一些 自私的心 少一些 那就好了 心灵环保 就能做起来了 还有 我们的自私心 就能够产生 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也是为自己 带来困扰 带来烦恼 所以心灵环保 是心理清静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 心理不清静 那就是 时时刻刻会为自己 带来麻烦 为他人带来困扰 贪得无厌 这关自己 不关他人 这关目前 不关未来 这关旧部 不关全体 这个多需要纠正 我们要从 全体看 要望 未来看 要望 大族看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社会的风景 就会好了 感恩圣言师父的 智慧开示 今天这场座谈的姻缘 幕后是 圣言教育基金会 蔡清燕董事长 大力的推动与促成 现在让我们 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 蔡董事长上台 为我们致辞 果简法师 还有一位 颜小法师 还有我们 事件商前董事长 各位现场的贵宾 线上 今天有UPU直播 线上的法师们 贵宾人 大家下午好 圣言教育基金会 可能他陌生 也许不知道在做什么 他是 圣言师父亲自创办的 那为什么要成立 圣言教育基金会呢 圣言教育基金会 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怎么做呢 是让圣言师父 有非常明白的开示 在2005年 我们第三次筹备会议的时候 他有很重要的开示 他说 为什么要成立 圣言教育基金会呢 是要来推广 他是讲我 他 就是圣言师父的 思想 理念 那什么是他的 思想理念呢 就是人间净土 他特别讲 不是人间佛教 是人间净土 也就是说 不一定要用宗教方式 来推广他的理念 那怎么来推广呢 怎么做呢 他就说 方法就是心灵环保 所以 圣言教育基金会 按照2005年 师父的开示 明讲的 你就推广 人间净土 方法是人间 心灵环保 那怎么做呢 他讲几点 第一点就是说 2065年 他说的 十年 二十年之后 很少人会看我的书了 师父的书 大概一百多本 一百三十多本 一百零八 OK 他十年 二十年之后 就现在 就是差不多现在 二零二二年 很少人会看我的书 所以呢 你们要多利用 多利用媒体 多利用数位化 今天有直播 然后呢 要做到大众化 不只是 我们法五三的信众 要推广到 不是信众 不是佛教徒 让他知道我们的理念 知道人间净土的理念 要国际化 要国际化 希望我们的 弘扬 推广师父的理念的时候 要到国际化去 他先讲说 我们到 华人世界 到国际世界上 那今年 大家知道 什么年吗 有人知道 圣言师父 推广 推动 心灵环保 三十周年 三十周 三十年前 大家都推广了 所以呢 圣经会 去年十月开始 就成立一个读书会 让我自己先 比较透赤地了解 什么是心灵环保 去年十月开始 所以今天开始是第一场 我们的分享奏档会 我们将会有三场 今天第一场呢 我们读的书是 这个 果际法师推荐的 好心好世界 生活的题目 也叫好心好世界 这第一场 简单讲 大家听得懂的 就是叫 什么叫心灵环保 但是呢 现在是后疫情时代 如何安己安忍 所以是第一场 第二场呢 是在四月十六号 好心好世界 有一篇叫做 禅的心灵环保 我们的 所有我们的题目叫做 生活处处是禅 安心从安己开始 从自己开始 这样的题目 欢迎大家参加第二场 第三场 简单讲 就是生活的心灵环保 我们就是从这个 化危机为转机 也是这样子 如何面对变化 化危机为转机 所以欢迎大家参加 后面 后面有一连串三场 那后面还有一场 更重要就是 因为 你看我们叫做 气候变迁与心灵环保 因为师傅 你看到师傅的开始 他讲 大环境改变了 我们是他的一份子 那大环境坏了 我们也就坏了 总为关心我们大环境 那 现在面临全人类 包括台湾 最大的题目 就是 气候变迁 那气候变迁 让全球暖化 海水 水位上升 跟它倒国海岸 就淹没掉了 那 所以政府就要去做 很多的措施 联合国气候钢 钢要公约 去年刚刚开过的COP26 所以 各国承诺 2050年 净零排放 碳排放是零 我们 我们政府也承诺了 可能吗 有可能吗 就是说 我们就烧煤炭 烧那么多 可能吗 然后2030年 天然气排放 生产减30% 30% 就是价格 就上升 可能不止30% 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只要真做到的话 政府真做到了 2065年 没有碳了 没有火力发电了 你电从哪里来 只要不改变的话 煤根就不要电了 加水力发电 就大家不用电了 生产没有了 那生活是不是要改变 一定是要改变 一定要调试的 也就是说 气候变迁 影响了很多剧烈天气 影响了海水上升 海水面上升 也就是海岸线 导国淹没 政府一些措施 全世界的措施 又进一步影响人的生活 那怎么面对 所以我们就办一场 7月1号办一场 这个气候变迁 与心灵环保论坛 我们的题目就是说 动态中的宁静 气候变迁下的心灵环保 我们在筹划这个期间 很多研究气候的专家学的 他说法谷山的领导 这个太棒了 甚至有一个国态金控投资长 我们筹卫委员 他说会有气候变迁 又暖化 就人性的贪婪 居然师父讲过的话 因为师父在二十多年前 在天下杂志演讲的时候 讲过这个题目 讲过气候暖化 讲过海水上升 北极冰融化 北极熊妹地方去了海水上升 讲过这个题目 是因为人跟人在竞争 人跟自然界在争争 所以影响了后患 所以我们筹备了很久 这个两三个月 我们发现法武山真了不起 这个我一个叫做长纪法师 他说他师父在说 他在纽约 纽约东苏 中苏禅士 叫他你长去年的国 看他做什么 做心理环保 他现在变成专家 我们邀请他回来 正好他回台湾做这个 六月份的这个叫什么 结下 然后把台湾做气候的专家 都找进来 然后还有这个 台湾有青年代表 有妇女代表 有企业代表 一起找来讨论一下 我们的主题 是气候变迁与心理环保 因为气候本身外面 太多人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最重要 后面一个交流对话 法师跟这些专家在对话 我刚邀请国前法 这一定要来 我们有国字辈的 希望有长字辈的 有眼字辈辈的法师 一起来面对这个 因为有人在就问 法武山推心理环保30年的 那下一个30年的 这些学者专家很有想法的 面对气候变迁 下一个30年 怎么推我们新的环保 他们也可能会提出 这样的问题 所以要把法武山的 法师高手都找来 所以请大家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 因为规划当中 我也跟长期法师通过电话 通了半小时 他是很有见解的人 他说气候变迁 本身的因应 政府因本身变成一个社会对立 落后国家 在挑战先进国家 二氧化丹都是你们排放的 那现在怎么变成 大家都不能排放呢 一起减零 应该是你们减零 我们不要减零 这样对立 年轻人跟成年人对立 年轻人说 都是你们老家伙造成的 赶快把镜子 不然的话 我们生活没有空间 还是孩子都淹过来了 所以大家也知道 诺威有高中生 他本来写信给政府说 诺威就说 赶快加强减碳措施 政府不理他 他发送一百万高中生 大学生 全部去示威写信区 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高中生 后来我听说 印尼也有一对姐妹 高中初中生 也在发动他们国家的 这个东西 就变成在对立 那长期法师说 这也不是心灵环保 心灵环保 和谐怎么大家一起来面对 可能所以气候变先 影响到 我最讲 影响我们的生活 影响 以前政府提倡 新生活运动 所以我们要节约 各种东西要节约 水要节约 用电节约 用卫生纸要节约 然后我们怎么样来 大家共同面对 全世界的变化 所以我在制作 一做广告 今天我非常感谢 有主持人 吴理事长 有果权法师 陈武雄 还有赖三贵 他们上的语谈 谢谢大家 我们期目以待 谢谢 非常感谢董事长的勉励 及关怀 还有对于我们未来 一系列活动的预告 再次感谢董事长 谢谢 请您回座 好的 接着我们要开始进行 今天的座摊 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到 刚才董事长也有介绍 我们台湾社会影响力研究院 吴嘉元 吴理事长担任主持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主持人 吴嘉元 吴理事长 感谢 接着 我们一样 请大家一起欢迎 我们三位语谈人 掌声欢迎果贤法师 陈武雄主委 以及赖山贵董事长 请您上台就座 感谢 好 让我们再一次 以掌声欢迎我们的主持人 吴理事长 今天很荣幸 能够来参与 这个好心好世界 心灵环保系列对话 第一场对话 第一场对话 大家看到了 就在谈后疫情时代 如何安己安人 自从疫情开始之后 大家就在开始关心 这疫情会延迟多久 这疫情之后 我们人类该怎么办 就像很多人刚开始觉得说 这疫情会不会像SARS一样 半年就结束了 结果出乎意料之外 它不断地不断地裂变 不断不断地变种 拖了到了两年多的时间 那是全世界 甚至它在冲击的范围 冲击范围到全世界 于是大家人类开始体悟到 自己过去 不管在身心跟日常生活的作为 是不是对他人 对环境 对自己的身心 已经造成严重的冲击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 让人类重新形式 自己过去的作为 于是也开始理解了 当这疫情不会消失的时候 大家开始想 那未来的新常态会是什么 那当然会有世界上各个组织 各个国际组织都有 各种不同的论述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就是说 怎么样 当这个疫情减缓 我们跟他们共存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让未来的环境 可以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变得在比疫情之前更好 不管是经济 不管是环境 或者是社会 国家 甚至我们个人的身心 所以有一个口号 在国际上 也就是几乎是 大家都在用 叫做build back better 我们怎么样让 疫情过后 当我们跟这个疫情共存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建构一个 更好的未来 那建构一个更好的未来 让我们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开始去思考 当疫情慢慢的减缓 我们要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面对 检视 反思 在这疫情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 跟自己身心的矛盾与烦恼 我们自己跟社会 跟他人的矛盾 跟烦恼 比如说 疫苗不足 大家为了打疫苗 而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还有更加可以显示的是 刚刚同事长也提到的 我们跟我们过去的作为 跟环境所产生的冲突 跟烦恼 但是当我们在省思这些东西的时候 还是要回到最原始根本的 我们怎么样从自身做起 先解决我们自己 自我身心内在的一个腹节 所产生的困顿跟烦恼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 从自身做起 去建构一个更好的未来 为自己 为他人 为社会 为环境 为这整个地球 为全人类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 我们邀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主讲人 来跟我们分享 各自从不同的面向 来跟我们分享 在疫情之后 我们怎么样从安极 安能 开始做起 那当然第一位 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果贤法师 果贤法师呢 也是我的老师 也是我佛学班的老师 那上他的课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轻松 所以刚刚在休息室的时候呢 法师一直交代我说 我们今天 包括我们几位在台上的 还有在台下的 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 轻松 自在 乐观 展望未来的态度 我们一起来研究这个事情 那果贤法师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 大家对他都很认识 就是他常常讲的 他那时候在学校毕业的时候啊 他就被邀请到 人生跟法谷杂志做编辑啊 编着编着编着就出了家 那一辈子就一直待在法谷文化 一直现在是目前法谷文化的编辑总监啊 那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 法谷文化出了非常多的好的书 那我想这也都是我们 果贤法师在这么静音在 圣言师父的 还有法谷文化的这个 浩瀚的知识领域里面呢 我相信他一定会带给我 他这些年的 从他的观点他角度 带给我们他很深刻的智慧 那第二位我们也是重量级的 主讲人呢 就是我们称武雄菩萨 那他也是我读书会的 我也是他读书会的追随者 那我最记得那个 I didn't understand that Sorry 好 那我先不知道呢 那过去在农委会当主委 那退休之后呢 他也跟随过一行禅师 那现在近年来呢 都带领着推广 减压生活禅 那现在是法谷山的总会顾问 那第三位呢 也是一个重量级的讲者 就是我们赖三贵董事长 赖三贵董事长 现在在从业集团呢 当副董事长 也是监约科技工程董事长 目前是盛言教育基金会的董事 那他在经济部任职的时候呢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 公司的统一编号呢 就是他的节奏 那赖董事长在追求智慧啊 他处事圆容自在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在心灵饭饱运用在生活跟工作上面 那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以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这三位重量级的主讲人 来告诉我们 我们在后疫情时代 开始之后呢 慢慢的疫情减缓了 我们怎么样安己 安人 掌声欢迎 谢谢 那我们是不是请 OK 好 谢谢 董事长 还有各位贵宾 大家好 刚刚那个主持人说 介绍三位重量级的 那我将反过来介绍一下 重量级的主持人 真的 今天很谢谢盛纪会的邀请 那我想 我年轻的时候 是会去采访 在座两位 长辈 所以我在其他法谷山的团体 我都自称老法师 来到这个地方之后 我发现我是年轻人 那当然在这种场合 我是要特别跟两位学习 真的那个生命的阅历跟成长 我觉得那个是 智慧是需要靠时间的累积跟成长的 所以我很谢谢今天有这样子的姻缘 那提到后疫情时代 我相信我们经过这两年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去 我们在讲后疫情 那我们就要去回想一下 在这两年当中 各位菩萨 我们的内心的状态 是什么样情况 我想简单回顾一下之后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 我就想到 那时候当2020一月份 一有疫情的时候 法谷山是马上暂停活动的 在暂停活动的时候 刚开始很多人 有些人当然是很恐慌 所以要暂停 但是也有很开心的人 所以其实当一个外境在影响的时候 每个人的心可以去检视 我们是都会受到外境的影响 而有自己的好恶 就有不同的一个心态 但是随着时间一步一步在推进 每天看着两点的指挥 中心的记者会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是会随着 那个质数 数字而变化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是如何 那时候我们的心 是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是有疫苗的时候 当有疫苗来的时候 大家是不想去打 结果当开始严重的时候 大家又开始在那边 很焦虑的没有疫苗 然后接下来是 当有很多疫苗的时候 又烦恼要打哪一个 所以当打了疫苗之后 又烦恼会有副作用 打了第一剂之后 又开始烦恼 要不要第二剂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回想 在这两年当中 有各种不同的状态 但是那时候 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呈现 比如说 在需要居家照顾 居家上班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们很多办公室的 比如说就是我们文化中心的 有几个 他就说法师 我还是要来上班 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会希望他的生活 不要因为这个外在而改变 他说他就是要掳场 那我就是很敬佩这样子的菩萨 对他来讲 他把自己的身心保护好 但是他的日常生活 没有受外境影响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我选择在家还比较轻松一点 但是经过几个月之后 你就会发现 人可以如常的过生活 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回头看 有如常这件事情吗 也刚好在这样子的疫情里面 我们是真的是可以最好去审视 我们对佛法的体验 是不是很真切 佛法讲 我是一个对次我 有三个错误 一个是恒长 一个长一 足 就是我们相信 什么事情都抓一个恒长不变的 第二个是抓一个一 那个一就是 只要我好就好了 我是独立存在的 第三个是主 可以自主宰它 就是那种事情 我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一个疫情来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恒长的生活 我们那个一是什么 我们就是活在一个众因缘合合的社会环境当中 第三个是 我们不可能去控制环境 那当在这样环境当中 其实是更可以去体验到说 我们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但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社会环境当中 其实是很多众因缘合合而成的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 更可以去审思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就像圣贤师父所讲的 我们碰到任何的状况 我们不可能去控制环境 但是我们都做到什么 心不随静转 所以师父有句108之斋语 就是心随静转 心不随静转是什么 是菩萨 心随静转是什么 是众生是反复 所以我们所谓的心灵环保 我觉得尤其在这样子的时代当中 它是更显得重要 那什么是心灵环保 我相信各位 刚刚师父用六分钟的时间 已经把什么是心灵环保 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在大法谷 甚至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 叫做好心好世界 这本书是在2012年 就是在十年前的时候 在十年前那时候是心灵环保 提出20周年之后 我们编的这本书 那这本书我们有分了一个是 什么是心灵环保 禅的心灵环保 生活的心灵环保 以及世界的心灵环保 那里面都有提到 什么是心灵环保 其实心灵环保是我讲过 其实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佛法跟禅法 那只是在民国81年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想象 30年前的社会环境 它是随着社会环境 虽然有所不同 但是它的根本的原因是相同的 很多人会提说 师父当时是为什么提出来的 那那个时候的场景是什么呢 那时候的场景是因为 师父跟着一位我们的信众 理性的菩萨 他那时候是联合报的记者 那那个时候他是 师父是跟这位菩萨 要去板桥关怀 结果呢 好像上了桥之后 就整个被堵住 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那个时候是 那个民国81年的时候 很多社会运动 那动不动就抗议 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卡车 就是一个协会 还是工会 集结还能为了诉求一个法令吧 然后抗议不公 所以他集结了所有的卡车 非常多的卡车 就把这个桥给堵住了 他为了自己的诉求 但是没有想到 因此影响了这么多人的进出 所以师父在车上说 其实在那个时代 民国81年是很强调环保一个时代 师父说你强调外在的环保固然重要 但是最核心的是什么环保 是心灵的环保 你如果在知见跟观念上 你没有想到别人 你没有去做到自己心灵的进化 跟烦恼的解脱的时候 其实所做的东西 其实他绝对不究竟 而且不会去想到别人 所以刚刚师父也有提到 还有我们董事长也提到 师父说我们的目标是人间净土 但是这是一个境界跟目标 但是我们回到我们生活当 我们是要用心灵环保为方法 那心灵环保其实它是一个动词 是不断不断在做 所以这个也可以连接到 法案53的理念 就是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那提升的人品质是 透过心灵环保在运作的 所以我想今天就先 这个八分钟时间 就先跟大家简单分享 我们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如何安起安的 就是要去 随时随地都是在关照 自己的内心 其实都在受外境影响 那如何让自己 不受外境的影响 而能够保持平定与安静 那这个就是心灵环保 所以这个如何 我们在这个整个社会当中 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那帮助别人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 一个精神跟思想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非常感谢国贤法师的开示 那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当我们在注重 外在环境的保护的时候 若是不能够从我们自己 内心的环境保护 我们的心灵环保开始做起 建构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来进行外在环境 自然环境的保护的话 那这个自然环境的保护 也就没有办法长久 所以一切的根源 还是回归到我们 自我内心的一个环境的保护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恭请我们的 神五雄菩萨 来为我们分享 后遗情时代 如何安极安能 让他能够从生活 禅跟心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 恭喜 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 五雄菩萨 法师各位先进 各位菩萨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 今天的这个座谈 那刚才法师把这个 心灵环保啊 这个做来非常精辟简要的介绍 那里面有一句啊 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华谷山要做的是 建设人间净土 那它的方法呢 就是推动心灵环保 所以心灵环保呢 是来 是所断 那么目的是要建设人间净土 好 那我今天呢 就来跟大家报告啊 在后遗情 如何安极安人里面呢 谈到 先从自己做起啊 如何来安顿身心 先从我们自己 内心的净土 先来做起 大家都会感受到 那这个 各国的新闻媒体啊 甚至很多 网络流传的照片 大家都可以感觉到 在COVID-19发生以后 全世界的空污减少了 所以在原来在尼佛尔 这个看不到 喜马拉雅山的这个雪景 既然是那么的这个清楚 甚至像威尼斯的水 他们说可以清澈 看到里面的鱼啊 在游 所以全世界的这个 污染啊减少了 那为什么COVID-19发生以后 会造成这样的这个 污染减少 主要就是人类的活动减少 包括观光旅游的减少了 包括这个工厂上面 这个制造上面的这个减少 那因为这些经济活动 旅游活动的减少 所以耗用的这个能源也减少 那么因此呢 排放的这个二氧化弹就减少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空污啊 减少空气品质变好 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环保 我们要达到的环境的净化 要减碳 要防止这个气候变迁 温度升高 最重要的就是人 人自己的活动要减少 那这个当然大家很多人会问啊 那经济活动减少了 那不是让我们的生产减少了吗 我们的GDP减少了吗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 大家的这个 这个所得 甚至生活会 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就是一个 这样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需求 那么多的产品 那么多的活动 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 所以圣经法师 曾经跟我们提示 事实上我们需要的不多 是想要的太多 那我们在创造的东西 在生产的东西 在追求的东西 哪一些是我们需要的 还是很多是我们想要的 那假如是都是我们想要的 那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反思 说到底我们需要什么 到底哪一些是我们想要的 那这个就变成 从我们自己的反思去遭守 那在COVID-19发生以后 这个各个国家的防疫政策 跟人民的配合 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矛盾的现象 也是个人权益 跟这个公共利益 个人权益跟公共利益的 一个调和跟冲突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国家 我们包括在欧美的国家 就看到这个好多 反对政府的防疫管制措施的人 包括戴口罩 大概不准聚会 那这些呢 他们对他们的自由呢 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 他们主张个人自由 所以甚至有把大卡车呢 开上这个重要的交通道路上面 去把整个道路呢 把它阻断 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 那他们强调的是什么 我的个人的自由 是我天生的 我这个保险法所赋予的 怎么可以因为你要防疫 就来影响我的这个个人的自由呢 那另外我们在 我们台湾以及许多的这个 东方的这个国家 那情况又不一样 像台湾最近 我们的疫情已经相当的和缓 那么政府呢 也公告了 包括在运动场啊 在空旷的地区 山上爬山呢 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那现在我每天早上我出去 做我的定客啊 就是到公园去 去做这个走路禅 花节 老老少少 大家都戴着口罩 即使在公园散步 那个是社交距离 非常安全的 大家都戴口罩 那就可见我们 是尊重 重视公共的利益 那么愿意牺牲 个人自己的自由 来维护 这个公共的利益 有这么大的不同 那各位想想看 COVID-19 对全世界来讲 是同样一个东西 那为什么 东方西方的反应 有如此大的这个差别 这就是在于心 而不在静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在华严静里面 讲到的万华 伪心照 那事实上 所有的静呢 都是中性的 你喜欢不喜欢的 是因为我们的看法 那我们的看法 又受到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传统等等的影响 所以东西 这个欧美 跟台湾 就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 那师傅在讲 心灵环保 我从这个书上 整理出来 大概两个境界 一个是最高的境界 最高的境界是什么的 没有得失利害的事 但有尊重生命 珍惜之言 为众生的利益苦难 而申请一个慈悲救济的事 那这里很重要就是说 他没有得失利害 当你没有得失利害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考虑到 什么叫做公共的利益 妨碍我个人的自由 你就应该 做当下所应该做的 你就去做 所以假如我们能够 透过修行 而能够修到 像做禅修 从杂乱心到集中心 统心到对无心 那无心的 已经是没有 我自我 那这个时候 当然就没有得失利害 没有对立 没有自他 这样的这个矛盾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 这个同体大悲 这个关切一切的众生 那这个是最高的境界 但是 那一般人也不太容易 我们要努力 但是不太容易 所以一般人的 这个心灵环法呢 是 师父这样讲说 凡是以智慧为前提 人类 社会 为了 人类前提的 这个 社会呢 营造一个健康 快乐 平安的 环境的 都可以算 心灵环保 那这个是 非常广义 也就是我们为了 社会呢 我们 去努力 让大家 健康 快乐 平安 那这个当然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环境 的这个 这个和谐跟干净 这个是 我们一般人 可以去努力的 那 那我们讲 要建设人间净土的 这个 在经典里面也讲 心净 则这个国土净 那心 是不是干净呢 在六子坛净里面呢 开经的第一句话 他就这样讲了 菩提自信 本来清净 但用此心呢 就可以治疗成佛 那本来的清净心 本来人家记住嘛 我与佛的这个 我们的念心 跟佛是同样的 那为什么 现在不是呢 就是因为 我们污染 所以 要怎么样去维持 这个本来清净的 这个 清净心呢 那三族 声颤啊 他就这样讲 他说 治道无难啊 危险 减则 但莫称爱了 就能动难明白 明白什么 明白就是治道 所以 讲来讲去的 就是因为 我们有减则 挑三减四 喜欢这个 讨厌那个 坚持这个 不要那个 就是减则 那 这个也是称爱 所以你不称爱 不减则啊 那个治道啊 就动难明白 那毛主道义 这个是六祖的徒孙 他说 道无需修 但莫污染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污染心 那因为有污染心啊 才会有我们师父讲的 我们需要的不多了 真的是想要的太多 污染的结果 你需要的 基本的满足过来以后 你还不能满足 你就想要更多 更多的原因呢 就是污染 那 我们刚才 讲了这个 事实上所有的这个 客观的环境 都是中性的 那之所以有称爱啊 简直是因为 人的心 那个二十几年前 我在农林厅呢 的时候呢 这个 波纳月好朋友啊 就是南投蛇窑的这个 第三代的传人 林国荣先生 那是点字王 那有一年呢 当这个 陶艺协会的理事长 那要颁奖啊 就有人说呢 哎呀 不要去买 这个义品店的礼品啊 自己做 那他说好啊 那谁做 当然是理事长做啊 他就只好做 做了十个奖杯 那颁奖前呢 这个就从 也要里面整理出来 结果那工人就发现 糟糕 七个 十个奖杯的 有七个 有裂痕 那马上要颁奖啊 从座根本来不及 怎么办 这个林厚龙 这点字王 他想一想 没有关系 到时候你们排在桌子上面 我来处理 就颁奖那一天呢 他就把奖杯十个 排在桌子上 他就跟这个大众讲 他说今天颁奖不一样 以前是第一名上来 第二名上来 我们今天呢 是从第十名上来 然后呢 奖杯你们自己选 但是你们注意听哦 这个时候要闽南话 然后用国语啊 客家话英文讲都没有效 一定要闽南话 大家注意听哦 有的奖杯 里顺比较大 有的没里顺 你们自己选 结果那第十名上来 闲来一闲 走看又看 把那个裂痕最大的抱回去 因为里顺最大的 结果到了 第十到第四呢 他就很高兴地抱回去 第三名上来呢 站了半天的笨啊 第一名跟第二名 就奇怪 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高拐 他们上来一看 哇 三个人同时抗议 别人的奖杯有里顺 我们三个没里顺 各位都来行的 都听着笑 那为什么奖杯有变吗 假如他没有解释有里顺 大家要的是有裂痕的 还是没有裂痕的 对 但是他奖无里顺 大家马上改变 奖杯没有变 对不对 变的是什么 心 所以为什么 要心灵环保 要谈环保 一定要从心 实物说 假如没有一个清静的心 而去谈环保 实在是本末倒置 所以心灵环保 就从心 所有的好物啊 都是我们心的投射 那我们这些 平常这个 我们之所以污染 之所以烦恼焦虑 是什么来的呢 《六祖谈经》的定辉品里面 这样讲 他说如果今念 前念今念后念 念念相续 名为细福 那细福呢 我把它挂火 它就是环绕 所以那环绕是怎么来的 是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 念念不断地变成一个漩涡 我们掉到漩涡里面 它就变成一个环绕 那这句话呢 点出两个重点 一个是环绕的来源 那另外一个呢 是要断环绕的途径 断环绕的途径就是什么呢 不要相续 念不要相续就好了嘛 你能够念 这个我们说 不怕念起 只怕绝词 念起极绝 绝词则断 当你那个贪心 想要满足更多的心 起来的时候 这个念起来 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怕念起 但是呢 假如我们念起啊 能够马上绝 绝到以后就断 那断了以后就没有 六祖坛经讲的 念念相续了 那就没有烦恼 所以这个重点呢 就在这个绝子 那绝可以说就是断环绕 也就是打开禅门的这个钥匙 那么我们假如能够在咒课当中 行住咒课当中 能够培养节之力 那我们就在修行的这个道上 那圣经法师 告诉我们呢 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评估 我们有没有进步 他谈到智慧跟慈悲 那智慧是什么 烦恼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 出现了以后呢 慈悉的时间越来越短 那智慧呢就是给别人的慈悲 快乐越来越多 对自己的关心越来越少 那这里智慧呢 假如说我们刚才 能够平常培养我们的觉知力 烦恼心来了 贪心来了 沉心来了 我们马上觉察 那这个烦恼出现了 的几率就会越来越低 那万一出来了 我们也能够觉察到 那实际的时间呢 就会越短 那就是智慧 那这个智慧当然是凡人版 我们究竟的智慧 当然是了生死断烦恼 那是凡人版 那凡人版也是我们 够我们努力了 好 那怎么样去培养我们的 这个觉知力呢 就从我们平常 要去观我们自己身心 重复的动作里面 去觉知动作 觉知我们的感受 那清清楚楚的这个体会 那这样子 这个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心因为有所住 就安定下来 那就是由观入止 那用这种已经培养起来的 这个敏锐 自主的这个节知力呢 我们就可以去观刚才讲的 我们那些贪心 我们那些烦恼心 它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去觉察得到 那这个就是由观生会 那到底要去培养 感觉知力从哪里去培养呢 这个师父书上有讲到一句话 这个是非常棒的一句话 他说生活中简单重复的动作 都是用功半道的道场 你看这么多都是简单重复的动作 呼吸刷牙切菜洗碗 托地板擦桌子走路吃饭 多事 所以去道场当然最好 但是没有机会去道场 家里工作场合 到处都是我们用功的道场 那怎么用功呢 实行一处 清楚我们当下的动作 你在扫地的时候 清楚你扫地的动作 那扫地的时候 你身体会有松紧的感觉 就是清楚那个感觉 那扫地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今天怎么这么脏 那是谁 怎么搞得这么脏 心里在这起烦恼 有分别性 那就关心关法 这就是我们去用功 所以有地方用功 是简单重复的动作 怎么用功也很简单 清楚动作 清楚感受 这些就是了 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念起极绝 节制则断 在第一个念头出现的时候 节制到他 那就放下 不让前念 今念后念 念念相续 我们就能够少烦恼 多自在 就能够净化自己的心灵 好 那节仪就是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常常保持我们的节制力 关照自己的贪嗔痴慢疑 来清静自己的心灵 来建设自己的净土 能够没有对立 没有分别 减少想要的 减化生活 那我们就能够 升起慈悲心来 影响别人 净化环境 谢谢 非常感谢 五雄菩萨精辟的分析 还有很务实的 教导我们操作的方法 那里面一开始他提到说 当人类活动减少的时候 整个的环境都变好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 事实上在国际上 有非常多的影片 说如果人类停止活动两年 这个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一个 就是说人类的活动 之所以造成环境的冲击 刚刚五雄菩萨也提示到了 就是我们需要的 不多想要的太多 那这个让我们想到 八大人学经里面的第二觉知 也有提到 多于为苦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少于无为 身心自在 而这疫情就让我们自己 不得不少欲无为 在家里隔离 那所以反而这一隔离之后 如果能够好好晓得 怎么透过刚刚五雄菩萨 谈的深受心法 来让自己从一个散乱的心 到一个集中的心 然后让自己更安定呢 然后念 利用觉知来让我们了解 如何不要让那个妄念相续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自信移速 那透过深受心法识念书的工作 来让让自己可以 起念念相续的时间越来越短 那智慧就慢慢的提升 那所以接下来呢 在这个基础上下 我们都请我们赖董事长 来跟我们分享 他如何利用 他的对佛法跟禅法的体悟 运用在生活上 以及工作上 那怎么样 透过他的经验 我们能够也能够 截取他的智慧 也在我们的工作上 跟生活上也能够用得到 这样有请我们赖董事长 谢谢主持人 法师 陈师兄 蔡董事长 施前理事长 施前董事长 还有我们执行长 各位菩萨大家 午安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 这个火疫情时代 如何来安及安忍 那我想说 应有的态度跟应用 来跟各位分享 那 这是大纲 成因 前言我想 现在 三个主要的议题 刚刚 蔡董事长也 非常清楚地 标示了 极端气候的部分 那COVID-19的部分 我想大家都 深有同感 那有因为确诊 然后导致 他的营业场所 必须要清销 那个别的个人 因为确诊 让很多朋友的关系 或者是同事的关系 都受到影响 那还有一个 现在也是很热的 一个叫地缘政治的争端 那甚至我看到 台积电位的这个议题 还在征求这个 研究地缘政治学的博士 要来做分析 如何来因应 包括美国跟中国的对抗 俄国跟乌克兰的冲突 等等 那这些 这个环境 我们在佛法上面说是净 那我们的心 很多人可能认为说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的心 不是很安 那事实上 可能是因为 人心污染了这个环境 环境的污染 又造成了我们人心的不安 那影响了我们这个人 我的关系 改变了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方式 那企业呢 营运的模式也跟着受影响 而改变了原来的这个营运模式 那这个成因呢 我想刚刚大家都提到了 就是人心 是最大的污染源 那内在当然就是 刚刚五熊师兄所讲到的 贪嗔痴慢疑 我们佛法讲三读 我就不一个一个说明 那外在呢 事实上受到很多的 刺激诱厚 很多这个贪图方便 比如说最简单的 对我们环境影响很大的 这个塑胶袋 大家拿着就很方便 那甚至到比较 深层的这个价值观的对立 带来了一些烦恼 那这样心被污染的 最主要的 我们刚刚 这个大法谷里面 师父就提到 因为观念不正确 如何去把它调到这个 调和调到这个 纠正到正确 因为观念受了这个污染 以至于环境也被污染了 那整体来讲 到最后可能毁灭我们自己 地球的 可能就是我们人类自己 所以这个是 最大的这个成因 那如何来安吉安人呢 这就是我们的题目 那我们法谷山的滑宝 法谷精神 这个心灵环保 那在师父的这个著作里面 我愿无穷 美好晚年 那本书里面 我记得是2008年 他在接见这个 这个几位 政界的人士的时候 讲出了这个 非常非常经典的 这个内涵 心灵环保 即是佛法的精髓 所以 看起来这个 心灵环保是 这个我们 社会版 或者是 生活版的 这个佛法 的另外一个称呼 那 有很多人 maybe把它看作是 口号 或者是标语 那 其实它就是一个 深层的这个品牌 我的解读了 是一个品牌 然后让大家 耳熟能详 比较容易入手 的一个说法 那 它在几次开示里面 把它分成 信仰的层次 理解的层次 跟实践的层次 但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 最终 要超越 自我中心 也就是 金刚经所说的 这个 无助身心 那 师父在开示的时候 对于生命 的这个层次 也有 深一层的 这个分析 从 身心 灵 三个层次 那这个 图的 这个左边 是我们 环夫的 这个 身心 灵 世界 那 透过 刚刚 五熊 师兄 也提到 这个叫 绝造力 自觉 绝他 还有 环保的 观念 方法 到这个 清净 而 妙有的 身心灵世界 那 师父解读是 身是生理的 心是心理的 那里面是 超越 身心的 观念的层次 精神的层次 那 其实就回到 六祖坛经讲的 本质 清净 具足 那就是环保 那就是心理的 环保 所以最终 目标就是 提升人的 品质 建设 人间净土 那 这三个层次 从 最最重要的 着力处 最重要就是 去净化 跟转化 从精神的层面 这个 自我中心的 束缚中 把它释放出来 自心的 这个 落实处 到 这个 心灵 包括 慈悲心 智慧心 这样的 无限爱心的 这个 伟大人格 高尚的 品德 标准 那扩及到 这个 生活的 落实呢 包括生活的 环保 要节俭 要 要整洁 要简朴 那 礼仪的 环保 要礼貌 真诚 这个 都是我们 耳熟能详 但是要 真正在 态度上面 展现出来 那对于 自然的环保 当然对于 生态 要去做 保护 那 理解的层次呢 就 从 意识 这个 环保的意识 就从心开始 佛法 其实就是 很活的 活的方法 那么 重新切入 发福利心 让心 更清静 那最最重要的 就是从心 心念的改善 做起 那 只要 观念 转变了 心念 心念 念头呢 能够 纠正 当下 就是佛 所以 到精神的提升面 超越自我的中心 为整体 设想 不为个人 设想 那 最好是 要去做调和 理性 感性的调和 那 不要 质疑自己的立场 看人 或者是要求人 要以整体 多元化 共同体 刚刚 五熊师兄 提到这个 叫做 同体大悲 这样的 这个思维 跟概念 那 在实践的层次 从观念上 去调心 那是 不过 不是只有 从观念 下手 这样是 不够的 还要从实践 来调心 把念头 做调和 那 最重要是 慈悲 跟智慧 那这张图呢 我想我们 生团做的 很具体 而且非常清晰 所以我把它 扣到这边来 借用一下 最重要就是 学方法 练方法 用方法 那不断地 精进 那这些方法呢 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 禅修的调心 一个是 感恩心 一个是 惭愧心 如何念念分明 时时刻刻 去 知道自己的心 在做什么 随时随地 安定自己的身心 成长自己 让这个社会大众 为社会大众 带来安定的力量 这是实践的层次 那我想 这个做法 就是 不仅是 治标 还要治本 到标本的 监制 那 就是从 内心的 行查开始 然后呢 让 从心里做起 让大家 心甘情愿的 少用一些东西 少浪费 那这是 变成是一种享受 而不是牺牲 如果从 我们 佛教的因果观来看 它是 洗浮 积浮 重浮 那 不要透支太多 那这个地球的负荷 就不会那么重 那人的品格 人的生活品质 也自然提升 那 再回过头来就是 从这个心开始 观念的改变 到自我的超越 随时给 他人协助 这个在 师父 开始里面经常讲 自立 理他的 菩萨 菩萨道精神 那 我们看到很多 这个 社会上很多 非盈利事业 大家都在做 这个福利事业 健康福祉产业 等等 这很好 但是 只做 福利事业 并不是最好 那只是 治标 最重要的 要用这些方法来 进化人心 进化社会 达到这个 标本 兼制 那这是 根本知道 所以我把人 去分为这个 自然人 跟法人 那这个 自然人的部分 刚刚 五熊师兄 已经 谈了很多 如何安定身心 靠每个人 可以自己去建立 那 这个 刚刚讲 由 呃 官 入子 由官 入子呢 呃 心 安定 啊 身心安定 然后呢 由官 生会 所以子 跟官 跟定会呢 是 可以对应的 那这个 我就用这个 休息 直观 坐禅 法药 就是 随朝这个天台中 自己大师 写给 俗家师兄的 家兄的 这个小书 那开宗明义里面 讲到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致敬其义 那这个心的 这个清净 就很重要 是诸佛教 那 非常强调 这个调和 那里面有提到 调和武士 那我 我看了 我是这个 我们 人生杂志的 长期定户 所以 这个 每一集都会看 那印象深刻的是 慧敏法师 在419期 跟420期 有一篇文章 从禅修 脑科学 谈身心 调和武士 我觉得他这武士 真的是非常棒 那我 我以前吃 就觉得 这个 好像有些东西 没有吃得很 对 他用这个字眼 非常精准 叫吃对 那他自己 有一次在演讲说 睡好 是他最后 养成的一个习惯 确实 每一天 要念念分明 要快快乐乐 真的是要睡好 所以这个 每一个人都要去培养 每一个人都要自己 认真去 自己去建立 自己的调和武士 那 在职场之中 为什么把这个 列进来呢 因为有一次在看我们 法行会的会训 那一期 特别师傅提到这个叫做 管理中的慈悲 我自己觉得受用无穷 所以我把它highlight在这里 跟各位分享 我就把它写出来说 管理者跟领导者 一定要有管理中的慈悲 那工作者呢 积极努力 去执行 然后顺逆境 都是因缘 经常在磁场之中 很多碰到逆境 哦 这个 我不会 这个很累 我不要 把因缘都退掉了 把练习的机会都拿掉了 那师傅在这里面 提到就是说 关怀加教育 就是慈悲 太棒了 那 有人就要关怀 那我自己 有一次这个 黄楚琪师兄 自己跟我讲 他说 他拿了一份报纸 给师傅看 因为我身上都带着 那个师傅 那个108字在语 那有一次 我就跟记者分享 我说这个很好 然后 那个记者就写在报纸上 然后整篇的 整篇的 那个楚琪师兄 就拿给师傅看 师傅说 非常好 你要知道 这个 像这种消息 要多 告诉师傅 因为师傅 也需要被关怀的 那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 有人就需要关怀 那就要教育 这才是慈悲的管理 那这里面 第三点 我有提到 我把师傅的话 提出来说 关怀加教育 就是慈悲 但是这个大原则之下 可以展现各种不同的方法 他是活的 那师傅说 我骂弟子 是为了教育他 但也不能随便骂 不知道 果贤法师 有没有被 骂过 被关怀过 被关怀过 然后要 但是要骂的 有道理 要骂的 有道理 让他感受到 关怀 这个我在职场上面 常用 那 被我骂过之后 我对他 单独 他一对一 然后骂到他流泪 我赶快拿卫生纸给他擦 但是到现在 每一年都写卡片 经常在互动 所以 我觉得这些法 真的是很棒 那 真的是要成就众人的力量 很多团队这样来 做一件事情 把它做成功 所以我觉得在职场当中 这个 有 真的是 发挥了妙用 那 法人跟团体 因为我们很多公司 社团法人 财政法人 都是法人 他也需要去 进化 他要建立自己 有特色的组织文化 他要靠创新 不断的自立跟理他 包括建立制度 规范 指引 把风险的类型 类出来 然后做管控 然后呼应到 现在最重要的ESG的课题 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然后让企业能有永续 因为他都养了很多家庭 节能减碳 静灵碳牌 甚至做到 静灵中心 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我想两个案例 很简单 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是因为刚好 我公司做的案例 所以就拿出来 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就是水 那我们去年 有一段时间 干旱 那我就想起来 这个是在 那个长庚大学 那个门口 那个捷运站 叫A7站 那刚好有一个水处理中心 我们施工的 那因为那个地方 是林口的 新开发的中心 所以就很多人住进去 但是那个污水处理 没有建设好 就流到新北市去了 然后就影响那个地方 很大 很多人在抱怨 那这个水资源处理中心 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 永续的概念 融进去 把它变成外表像公园 你看那个底下的图像 左侧那个刚施工好的 像公园一样 它的步道 所以将来树长成以后 就变成有林荫的公园 那那个水 百分之百回收 然后用AO跟MBR的科技的技术 回收以后 那因为那个污泥又有沉电池 污泥又变成这个砖块 变成空心砖再利用 那水呢就送到附近的华雅园区 去再利用 这里 送到华雅园区去工业使用 那这个呢 就等于是真正把 这个产业用的水呢 能够尽量的再利用 那另外一个case呢 是叫佛化钙污泥 这个怎么产生的 因为现在我们半导体是 这个富国神山 那半导体厂啊 用了很多水啊 去冲那个晶圆片 那石刻下来的那些 肺的这个金属 那就会有很多污泥 那这个红色的部分 就有佛化钙污泥 它就有编号 废弃物的编号 那最后制成晶片嘛 但是中间的水 就透过刚刚那种方法 去再利用 那那个污泥的部分怎么办呢 就把它运到这个 一个厂去做固化 变成做出来 本来是污泥 在左边这边 变成这个 人造银石 那这个银石做什么用呢 助燃剂 就卖给那一钢厂 到锅炉里面 哇这个锅炉就很旺 那这个链钢呢 更有火力 那这个就等于把它烧掉了 就不会污染这个社会 那如果它经济规模很大 在它旁边是个 灵费中心 这样的概念 就不会有污染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从 真正产业的这种繁保去做起 那这些都充分复应了联合国的 SDGS的目标 SDGS总共有17项 我highlight出来包括水资源 包括工作的环境 包括这个永续 或者是这个气候的对策等等 那最后做一个结语 确实要从根本改变 因为人跟自然 环境不可分割 那企业要去 法人要去变他的营运模式 要从文化 要从企业的心做起 人生的模式也要去做改变 那行著作或者日常之中 经常保持绝照 跟永续运作的能力 那这个 呼应大家 从个人的环保 特别是心灵环保 来做起 自觉觉它 那真正能够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那最后一页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我为了准备这个投影片 参考的相关的资料 那以上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戴董事长的分享 看着那个最后一页 深深赞叹 随喜戴董事长的精进 有个用功 我们真的深深感到 有这个福报 能够聆听 那个戴董事长 在这个研究之后 跟我们分享 他阅读的心得 以及他在食物上面的操作 那当然里面还提到的是 的确 师父常常讲到 我们的环境动荡 污染 其实都是因为人心的不安定 那如果说人心安定 如果心静 则 国土静 所以他开始觉得 怎么样 开始让大家能够 从心灵安保 开始 然后来达到建设 人间净土的一个目的 那当然呢 这一切 这一切呢 还是要从自信的落实 关联的改变 跟精神调整 最后呢 在外在的实践 那里面提到 刚刚提到一个 如何从认识自己 然后提升自己 肯定自己 提升自己 最有嚣张自己 然后从此案到彼案 刚刚赖同事长提的时候 我就想到 心经的最后一句 就是 吉说奏约 各位知道后面是什么 那个声音就开始 在我心中回响 那尤其是 刚刚 赖同事长提到 领导者 管理者 在管理中的慈悲 那我想到 前两天 在一个参会当中 听到一个 集团的领导人 那他们的事业 是在这一次 疫情当中 一个最重要的 受创产业 也是第一线的受灾户 那他看着 其他的同业 裁员的裁员 关门的关门 减薪的减薪 那他说就开始 面临一个很大的挣扎 那他就在挣扎 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 他想 SARS的时候 是半年 那他们是从 百分之百的营收 变百分之零的营收 变百分之零的营收 那他该怎么办 那他想到他父亲 做了事 跟他父亲 跟他谈了话 那他就想 好 那我应该 秉持我父亲 这个人间财富 是十方财 而不是我一个人的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 他说 我就用他的话 我就做了一个 很铁血的决定 就是不裁员 不减薪 然后想办法 活下去 所以他就不裁员 不减薪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集团 这个决定 如果没有一个 新的观念改变 新的价值的认定 这个决定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呢 他就是 也正如刚刚 赖荣上提到的 他就从关怀 跟教育开始做起 不裁员不减薪 可是那他在做什么 于是他就从关怀 跟教育开始 于是大家开始 有了一个共同的价值 然后呢 整个集团的文化 也开始改变 人心开始改变 反而很多创新 就开始改变 然后他们改变 于是呢 他们的客户 也跟着改变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总裁说 我一直卖财产 但是因为他没有想到 他本来以为只有半年 没想到要两年 但是也因为这样 他整个的集团 脱胎换骨 从一个很传统的 企业 很普通就是一个 很会赚钱的企业 变成一个非常 有文化 而且有人文文化 那非常的团结 然后 而且真正的 从 所谓的表象的服务 入到新的服务 这就是一个 我们怎么样 从观念的改变 然后来达到 安己 安人 这也就是一个 从自己的心灵环保 开始扩展到 全部的 整个 其他人的繁保 也是安了己 也安了人 那 所以 这个是非常 刚刚好呼应 赖总社长的 整个叙述 那 接下来我想说 是不是请三位 主讲人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 我们在整个 三场 三个分享之后呢 是不是我们来 给一个 有一个对话 那我们是请 对 我们请葛贤法师 刚聆听的 我们的陈顾问 跟赖董事长的谈话 实在是太敬佩了 我在听的时候 我就讲 他们实在有够认真的 这个 我那时候以为是座谈 座谈不是就 坐下来谈一谈吗 结果他们可以 真的准备得 非常非常周全 那我不是没准备 我只是想 我的观念是 座谈 就是坐下来谈一谈 我还是有做PPT的 不过我想 我只是要回应两位 就是 我们心灵环保 绝对是师父 因应 在当代 所提出的一个 刚赖董事长讲得很好 就是品牌 我觉得 师父一直在强调 佛法 其实 这个 从2600年前 一直到现在 它的核心是不变的 就像 人的心 其实 是 是有它本质上的相近 只是随着不同时代 而有不同的相貌 就像我们有不同的 不管是天灾人或任何的 但是我们人的本质 就是贪嗔吃蔓鱼这些 但是师父在这个当代里面 在1992年那个环境里面 提出了环保这样的概念 更核心地回到我们的心 那我觉得 这个 这个心是 怎么去把它清静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何转揽成静 转迷为物 不管是禅宗 或各种不同的宗派 其实都是要先认识 自己的心 那我 我觉得是真的很感恩 那个 我们曾顾问 从禅法这一部分 那大家如果看好心好世界 就应该知道 就是说 其实核心如何转化我们这个心 如果没有重定 这个从这个 整个禅宗的方法 去改变我们 其实这个 这个整个社会 其实是很 很复杂的 这个是 回应我们的 陈顾问 然后另外是要 回应我们的 那个 那个董事长 我们在 回应 我们在 就是在谈说 怎么谈的时候 就觉得 在听他讲话的时候 就觉得有一种感动 那种感动就是 师父在 注视的时候 就会觉得要 针对 每一个 不同领域的人 给他 不同的 说法 那 我想 不管是 陈顾问或赖董事长 就是师父要 接引的 社会精英 所以社会精英 通常都 人家 我不敢讲 我是精英 但是 却是对社会 是有 重大影响力的人 当他们 学佛了 当他们 体会到佛法 对整个 自己人心 跟对社会的 影响力的时候 你们可以 影响更多人 所以 我也觉得说 借这个机会 也看到 我们的 菩萨们 透过 我觉得 尤其在 这个年代里面 你可以想象 未来的 年代 其实 师父讲的 没有最好 也没有最坏的时代 只有什么 我们如何 拥有 一个 方法 然后建立 正确的观念 之后 我们在面对 未来 不管有什么样 状况 我们至少 可以安 自己 可以安 别人 当然 刚刚主持人 提到的 这个旅行业的 一个 大家 有些人 但是可以讲说 他有福报 他有资粮 所以 有没有办法 当然 我也面对到 一些菩萨 他说 他们就是没人 我也很想关怀 我也很想不减心 什么的 我自己都活不下去 我怎么弄 所以他有时候 不免说 你们佛教 讲高空 讲大话 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你还是跟我心灵环保 所以我也想要 请教 换我请教他们 好了 我想请教 如果说像 那个 陈顾问 陈顾问 我相信你有 碰到一些 你自己本身 也碰过一些 从外境上来的 冲击跟打击 你有办法 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还能够怎么面对 还有我们企业界的 我们企业界 有很多的考验 那我相信 赖董事长 你也是福报 好了 但是你如果 有一些 你的朋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 你会怎么去 去回应他呢 好 不好意思 我建议一下 就是真的 要回应他们两个 不要让人感觉 我们学佛 还有你们凡谷三世 被筛选的灵魂 你们有没有听过 就是你们都是 高级知识分子 都是一群 有福报的人 在学佛的 有没有听过 谢谢法师 这个 我先 回应一下刚才 法师所关怀的 他说 碰到外面 冲击的时候 怎么办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以前还在 农委会的时候 我们常常到立法院去受执行 那有一次呢 有一位立法委员 这个 关心这个香蕉的价格 那他站在执行台那边 站在被执行台这边 那他就 开始讲 你们这些官员 不管农民死活 只会坐在冷气房里面吹冷气 那个香蕉价格跌得这么惨 你们动都不动 这个 那因为 我二十几年前就开始 追随国行法师 在 学这个巴斯洞城 国行法师常常 在外面讲一个笑话 就是陈吴雄啊 跟太太差价的时候 都用巴斯洞城来对付他 他讲的是国行法师 不是国行 国行 这个 你这么快就忘记他了 我国行法师啊 当然是啊 这个事情啊 常常发生啊 那个 不好意思 我现在在家里吃饭了 有时候我的孙女啊 坐在对面 然后我讲完话了 他就马上比这样 什么意思 二声了 不是三声 不好意思 我不是说你 我常常被纠正了 所以这个 花音不标准呢 是这个 很正常的事情 那 结果因为 我知道说要去清楚自己 身体有没有放松 所以 在背心台 我就一直在清楚放松 然后呢 只听他在谈的事情 不去回应他的这个情绪 结果呢 就是他在骂什么 这个你们不管农民死活 怎么样这些呢 我没有被他情绪打到 结果他就有点 不如意其的效果啊 他就把那个香蕉啊 整串啊 丢过来 就因为我在 很安定的当中呢 我就看到香蕉的抛物线 这个我们都读过物理嘛 根据那个抛物线 我推过了 他大概只丢在中间 不会丢掉 那我要讲这个故事呢 当然立法院关心农民 关心价格 这是正常的 而且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在处理这些 冲击的时候 尤其是原理的冲击的时候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我们要处理他谈的事情 不要去跟他回应他的情绪 那刚才这个 那董事长还谈到 关怀啊跟教育 实际上是教育是很难的事情 这个我常常举有根本 小孙女的这个故事 这个我们吃完饭不是说要 饭碗里面有一些渣渣 就用点开水 加上去涮一涮嘛 喝掉 那在家里我们都是这样做 那有一次呢 这个小孙女来吃饭了 那吃完以后呢 他这碗就摆着 他就要去玩他的游戏 那我就说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碗呢用水涮一涮的 再喝下去 这样子呢洗浮 还有什么 环保 对不对 结果他呢这个很勉强的 这样子照着做 做完以后呢 他就看着我 阿公你跟阿嬷平常都这样做吗 他的眼神看着我 阿公我被这句话呢 电到了 就是说身教要重于言教 所以甘地啊 讲了一句很重要 很出名的话 就是说你假如想要改变 你要先成为改变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叫小孙女 要洗浮 要环保 自己假如没有做到的话 再多的延迟上面的教育 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我就分享这两点 好 谢谢 刚刚法师提了一个问题说 我们都活不下去了 还跟我们讲这个怎么修行 这个向内心检讨 正是因为这样 更要心向内去检讨 因为我在政府部门服务的时候 看过好多好多企业 过不了难关 那包括海角七号 如果不是当时的信用保证 帮他忙 他大概过不了难关 非常多 有的是成熟的企业 一直作转不过来等等 这是法人的部分 那当然也有自然人的部分 那我是觉得还是要用我们的方法 还是要先心向内观 要先去检讨 就是说 你是不是 无我 自利利他 这种思维 然后 如果是企业的话 你是不是 不够创新 你的知识 跟技术层次 是不是不够 所以导致现在的后果 那 这个思考呢 都必须要非常 用我们的用语叫 智慧跟慈悲 去思考 那这个智慧思考呢 还要系统化的去思考 你有没有真正解决 人家的问题 你的客户的问题 而且是 Total Solution 如果用 简单的话 我比较喜欢讲叫三度空间 第一个 准度够不够 第二个 速度够不够 第三个 我们的关怀 这个叫温度够不够 如果这样检讨下来 还找不出问题 这就表示 个人的知识跟技术层次 都还要再精进 还要再去进修 所以我是觉得 佛法就是 就是佛法 那 我们师父讲的 心灵环保 其实就是 我的看法 是用佛性 佛性的这个 如来藏思想 杜正明教授 写的那本书 里面提到的 然后用这个做起始点 然后进一步 去转化 变成一个新名词 叫做心灵环保 然后用这个做核心 然后又衍生出 师父讲的叫 心五四运动 这样 这样衍生出来 所以 真的是要去 推动实践 而且要从 自己 内心 真诚的去检讨 做起 那才会有那个功效 那个是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互动 的一个情境跟结果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我想 因为时间剩下不多 我还是有做 那个PPT的 我想 这还是要秀一下 不然 不敢说总结 请把那个 请麻烦到我的 那个PPT 这个是有感于 我们的 赖董事长 跟陈顾问 提到的 我觉得我们如果 要把那个 心灵环保 是师父 为我们当代 做一个 帮助我们的人 就是这样子的词 其实它背后 整体是佛法的思考 那佛法的思考 其实有观念的提出 观念的转换 跟方法的练习 那我想 这是一个很大部分 那我想 要透过 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今年 是心灵环保三十年 然后刚刚我们 蔡董事长 有提到说 别人问我们 未来三十年 要做什么 我相信这个可以 不用等到三十年后 我们随时随地 我们都 师父跟我们提出来 就过去的时候 我想我刚好在 法国文化 有二十八年的时间 在过去 很多不同的社会团体 都希望 师父我们来做 反核式 师父我们来做 流浪狗 师父 每个人都有 对法古山 对圣言师父 有很多的期待 都是希望 师父能够配合 做很多事情 那个时候 师父就提出 大概民国八十六年 八十五年的时候 特别提出 心灵环保是 法国山的核心主轴 我们百分之八十 是做心灵环保 百分之二十 是做挤难救助 我们如果没有 立定这样 很清楚的方向 我们会随波逐流 而且我们要评估 我想也呼应 这个跟做企业 其实它的 它的思考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有多少能力 我们有多少资源 要做我们最有效的 最准度 跟温度是最高的 所以经过 这几年来 我觉得我们是 更清楚 我们团体的方向 不要说团体的方向 这也是我们生命的方向 所以这个也跟大家分享 在今年 在疫情之后 我觉得在今年 特别是30周年 所以我们在山上 有个展览 也欢迎大家 可以到法谷山上 去看展览 尤其这本书 也很谢谢 盛基会在推广 我们董事长非常认真 我今天才知道 他80岁了 80岁了 还这么自知不倦 他要带领我们董事们 一直在读书 我觉得这一场 我本来就觉得 大家读书就好 为什么要做堂会 但是我真的是 被董事长感动了 就是我也有请教 我们的前董事长 我就说读书还要这个吗 但是他说 就是我们共同成就 这么一件事情 我相信这样子的例子 就是这样子的 当大家都在 有这个愿心 在推动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在为社会 注入一股 人间净土的思想 的力量 所以也欢迎大家 能够来看这本书 然后里面内容是这样子 也别忘记真的是 师父说 我是出家人 我的礼物就是佛法 然后在现代人 用更简单一句话 就是心灵环保 那这个我就跳过去 这个其实是引用 孤从于孤老师的 我这边因为特别介绍是 四月份会出版的 这一本《圣言法》 是心灵环保学的意义开展 我是觉得师父提出 一个理念之后 我们的弟子 我们有从学术的 从推广的 从实践的 我们每一个人 有我们的使命跟愿心 那我觉得这个是从学术的 学术也是相当重要 佛教如果没有 透过学术化的话 它会流于民间的信仰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也要支持 我们圣基会 真的在学术推广 这一部分是非常非常 精彩跟杰出的 那这个我想 书出来的时候 有因缘再来推广 来介绍这一本 那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实是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是法谷山上 我们在展览的时候 做了一个表 就是提出这个心灵环保之后 还有师父强调 法谷山的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那具体要怎么去实践 我们提出了一个叫做 把它会整 其实都是师父在 这二十几年之后 慢慢累积成就出来的 三四五六 提升心灵 其步骤 三单是三大教育 我们透过不同的管道 就是跟单位 我们来做 做推广 然后四种环保 以心 自己 然后一层一层的扩展出去 礼仪是人际之间的关系 生活是 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 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 第四个是自然环保 这个就呼应到我们七月一号 要谈的那个整个气候变迁 然后更具体的在生活当中的新武士 从私安 私药 私他 私感 私福 这个都是我们非常具体可以用的方法 精力环保可能有人会觉得很高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如果需要与想要 碰到失业失婚 碰到很多困境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 跟方法去面对 接受 处理 放下 这个都是师父给我们 一种非常具体 在生活当中可以运用 还有在2008年 在师父舍报的前一年 看到整个社会的伦理的问题 所提出的新六轮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表 然后这个我们想要 我们真的就是一棵大树 在这个绿 我们的根本的核心是什么 土地 我们要很肥沃的土地 我们肥沃的土地是什么 菩提心 出离心跟大悲心 然后我们长出什么 长出我们的核心是心灵环保 所以我们的这个树干呢 我们会衍生出礼仪环保 生活环保 自然环保 但是我们就透过我们的三大教育 这个绿应成灵 但是我们具体的方法是 心五四跟心六轮 然后这个就是师父在一篇文章里面 其实师父的这本书 是我们在2012年 师父舍报了 舍报之后我们把它 跟心灵环保有关系 把它全部编辑起来 所以各位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请要看一下最后 每一篇的最后 那个是师父在哪一年 在什么地方 对什么人讲的话 佛法绝对是气力气机的 就是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语言来呈现 所以可能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边师父会讲心灵环保是什么 比如说师父讲心灵环保是 不受外境影响 保持心境的平定与安静 但是师父可能又讲说 慈悲心 智慧心就是心灵环保 它都是 它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 只是师父在对不同人 不同的时空 所提出的什么叫心灵环保 但是师父说 终究目标是什么 终究目标绝对是人间净土 但是他很高远 但是回到我们自身来讲 就是如何让自己过得 平安幸福 健康快乐 不但让自己也要让别人 同时尽力而为是让周遭的人 所以自己提升 自己快乐 自己平安 也要让别人是可以健康平安的 但是最重要是要跟大家讲这个法源 如果没有很清楚的话 会觉得好像是师父 贫困冒出来的 我们讲的所有东西 其实师父提到他所说的绝对不离 他如果有错误之间的话 带着我们生生世世 所以其实我在法国文化 我就说我不会去管业期 我相信道性中有意思 我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正知正见的法 如果没有很正确的话 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 业障深重 所以这边也是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我们整个法谷山的法源 要很清楚 我们是从 我们站在法谷山这个立场 是从源头 师父 大家如果到开山纪念馆的时候 就很清楚 我们的开山纪念馆 有两大主轴 寻根发愿 感恩纪念 我们寻这个根是什么 释迦摩尼佛所说的 所以是从印度一直传到中国 传到中国之后 师父所传承的是什么 是禅宗 那师父所领受接的法是什么 灵济宗跟朝动宗 但是这个两个法 加上师父的 在吸收各个宗派的 所以发展出中华禅法谷宗 所以衍生出从禅宗之后 有一个汉传禅佛教 也可以说是汉传佛教 然后师父以心灵环保 这样子的套具 叫现代品牌 其实它的核心就是汉传佛教 然后用具体实践是 新五师新六轮 透过三大教育 最后还是法谷山的一个重要理念 那这一块 其实都是师父用现代的语言 跟现代的思维来诠释 所以我想这个 还是再次的请大家 真的不是只有这三十年 才是才在讲这个心灵环保 而是其实疫情前疫情后 还有未来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我觉得心灵环保 是我们这个心灵一个很重要的耐敏效果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莲花 为什么能够出淤泥而不来 后来就知道说中研院的那个研究 上面是有耐敏效果 耐敏 所以这个科技把它衍生到 比如说做雨衣 雨水打下来 不会受影响 那我也祝福 我也勉励我们大家 我们互相勉励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要有耐敏效果 就是心灵环保 能够在任何环境下 照顾好自己的心 然后保持内心的平稳与安定 就是心灵环保 还是请大家要看书 谢谢大家 我密头部 非常谢谢果贤法师做最后的总结 那这个就是刚刚果贤法师提到的好心好世界 那接下来几场的对话 也都会在这一个范畴里面 那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荧幕上面呢 我们主办单位有开始打了一些问题 那我就来为大家来 把大家给念出来 那接下来是请三位主讲人来看看谁 来谁回应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别人自私的事情与我有关 我应该怎么处理 心态如何处理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一个一个问题回答 还是要 一起回答好了 那再接下来 第二题是 我是一个主管 虽然没管多少人 但这一两年来 我也感受到需要关怀 教育同仁 所以办了一个读书会 可是读书会都是我一个人讲 没什么用 到底我该怎么做 那这个部分 那我们是不是 来回到第一个问题 没有 后面下面好像是没有 就两个问题吧 目前 对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 那这个 当别人自私的事情 跟自己有关的时候 我们自己该怎么办 是不是请 好我们请赖总事长 师父讲过一句话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所以自私 要看在什么情境之下 那别人自私的事情 我们理解 然后呢 仔细地 如果我的做法 我会仔细地倾听 请听他的这个来龙去脉 然后他 自私的这个事情 跟我相关的 如果我可以这个协助他的时候 让他更宽广的空间去思考 然后呢 逐步地来调整他的这个观念 也许是他是在某种 情境之下 所以他必须有这样 自私的一个想法 因为他已经度不过了 就像活不下去了 有可能 那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呢 给他协助 然后让他度过难关 然后跟他这个交流了解 那第二个的问题 好像是说 读书会 那都是你一个人在讲 也很好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 一定要去思考 有没有 叫做 如果我 我会设计一个 incentive program 像我的小孩 他如果结婚 我就要送他什么 效果很好 好的不得了 所以incentive program 还是需要的 因为 这个整体来思考 但是 总体 这个做法 到最后 最得力 还是我们自己 就是说老板自己 像在我的企业 我最近就想 把他们找来练一些 叫医学气功 甚至是像我们这个 巴士动禅之类的 让他这个心更清净 那这个就非常重要 那他有一些不想来 那我会订一些 incentive program 点数 累计 累计起来 然后到年底 再来结算 提供大家参考 好 谢谢赖董事长 那是不是也请我们 五雄菩萨 给我们一点指导 不敢当 这里面他的命题 还是说 别人自私的事情 以我有关 那第一个就是认定 别人是自私的 第二个是 以我有关 那 这就有对立 就是说 别人是自私的 那会影响到我 所以 第一个 是不是自私的 那我们 每一个人 对事情的判断 对一个人的判断 对事情的判断 事实上我们掌握的资讯 都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都是用 有限的信息 在诠释 所以才会发生 那么多的事情 才会发生 打仗 才会发生 这个抗争 所以 刚才赖董事长 讲得很好 请听 善解 不妨先 把他是不是自私的 是不是影响我 这个放下来 那这样的话 你的心呢 才不会处在一个污染的状态 也就是说 你的心不会是 他是自私的 影响我 那这样你去回应的话 你就会做出 可能会比较对立的 那假如先把自己放下来 然后去倾听 善解 关怀 也许你 对这件事情的了解 更多 然后再用慈悲心 会出发 怎么样去对他有帮助 也许呢 这样可以做得好一点 我不晓得有没有帮助 那第二读书会 因为我们读书会 我自己参加的读书会 也三四个 那有一个模式 非常好 就是我们读书会 都分作小组 那几个小组 那每几个章节 就轮一个小组 来负责 来小组先研讨 在这个大堂 大家来报告 来分享 那其他的小组呢 再来回应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第一参与的人 更多了 就是会每一个分组 都会有他来报告的 这个机会 那这个参与的机会多 那另外因为有参与 他要报告 所以他会看得更详细 看得更详细 他得到的会更多 那假如只听 我们自己跟讲 他很轻松 他来来听 那时间也不看 所以他得的也不多 所以也许 可以参考一下 改变一下方式 跟大家商量一下 我们是分组 来分担 来讨论 好 那我们是不是 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最后 是不是请 果仙法师 来给我们做 最后一个总结 做总结不简单 但是我想 这两个问题 我就想 两位都讲得 非常的好 其实回到 就是关怀 以教育 我觉得常常 我们这确实在看待事情 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立场 但是师父说 我们如果透过 以教育跟关怀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不同的结果 比如说 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很讨厌 但是你当去关怀了解 他为什么这样子 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不同 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那会有不同的角度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再给他不同的观念 比如说 师父有怎么讲 我想我碰到 我自己也带一些单位 我觉得关怀与教育 是帮助我蛮大的 然后最后 如果说是要到最后 我想就用师父在的一篇文章的一句话 来跟大家做结语 也是一种勉励 那这个应该是师父在 就是天下杂志的时候 那场做党会 我们对于未来 都有一些担忧跟恐惧 但是这个是在200年 就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 师父所讲的 我对于未来的社会 不敢做预测 但是抱有愿景 不会存奢望 但是会努力 我们对于未来环境 不应该悲观 也不必焦虑 不应该陶醉 也不能大意 一切要看我们全体大众的价值观 跟认知度来做决定 那对于未来永远 师父说 我对于未来永远不会失望 也永远不会满足 菩萨的心胸 是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 最后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生 至少我觉得我这一生 能够清静到佛法 然后清静到师父 那师父又留下这么多的法报 在这一生不管碰到任何事情 我都觉得 我不担心 也不害怕 因为我们有师父的法 还有师父的身教跟眼教 作为我们一生的依准 所以不管未来发生任何事情 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安己安然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 这句话可以带给我们 在生活的困顿当中 充沛的力量 那刚刚 果仙法师念的那一段呢 事实上在这本书里面有 后面其实更精彩 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内容 记得去请购这本书 好那以上 我们非常谢谢三位主讲 我们是最后再一次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 果仙法师跟两位大菩萨 给我们的智慧的开示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以及三位语坛人 我们好像要拍一头照 好的 好心好世界心灵环保系列对话 第一场座谈会 到此圆满结束 非常感恩大家的参与 我们4月16号下场座谈会 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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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